新竹县竹北市人口超过有21.7万 满足就学的需求 耗资11.5亿 新建文新国州 将会规划成完全中学 那目前呢 逼动的校舍进度接近完工 整体工程也超前了14% 今年将要招收第一届七班的新生 让200多位的龙年学子能够就近入学 曲线代状白色墙面 客家主编异象 外观流线新颖 竹北市县立文新国中 逼动校舍工程即将完工 113学年度将如期迎接龙年学子入学 今年就招收七班的新生 那我们也会预计在 未来活动中心的预定地上面 来做现在这一届新生的 活动空间的整体预备 所以我们会进行整地 跟相关的运动设施的一个建制 那希望说在整体上面 让学生在相关的课程上 能够顺利来做进行 那并且在学生的通学安全上面 我们会踩人车分道的方式 来让学生有安全的上学的 整个的动线 外墙银架已拆除 逼动校舍进度超前达9成8进完工 剩下内部装修 今年8月开学就能迎接首届新生 预计收七班200多名学子 去年动土的校舍工程耗资11.5亿 规划48间普通21间专科教室 及运动场和停车场 包含ABCD四栋五层楼建筑 整体进度达62% 超前14% 8月底先启用B洞13间教室 文星国中在去年的11月 我们将整个的一个目标 把它调整为文星环中 我们把它增加为这个高中部的部分 那当然相对应的一个建筑空间 楼梯板面积 我们予以增加 需要办理相关的一个变更设计 打造快乐安全学习环境 全新的B洞大楼旁 千坪土地也要规划运动户外空间 预计8月召开轻师生说明会 要让学子都能就近入学